林小姐,您好。我知道您是從國外回來,您在台灣照顧母親,照顧了一年多了。 我知道您在養護所方面遭遇到一些困難,各位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媽媽是在七月份腦中風,訓練七月份腦中風,所以我們送到過胎醫院,在過胎醫院裡面住了一個月,她是血管破裂,頭腦血管破裂,所以他們醫生有用很強烈的抗生素,然後她就研發了她的腹瀉,就是有腹瀉的問題。 大概住了兩個禮拜以後有腹瀉的問題,住到一個月的時候,醫生說她沒有特殊的情況,所以她停用了抗生素,然後就叫我們出院。 那因為她的情況不穩定,所以我們沒有接回家,所以就送到一個安養院。 那我在找安養院的時候,我就知道有一些問題就是,我需要她兩個鐘頭翻身,排背,換尿布。 我問了很多的安養院,他們都說有,然後呢,另外一個條件就是,我想要把外勞一起帶過去,但是很多安養院的話,都是外勞至尊白天在那邊,晚上不能在那邊。 那我也沒有辦法,所以只有媽媽送去一個安養院,然後外勞就白天在那邊。 那有外勞在的話呢,她就是每兩個鐘頭排背,換尿布。 但是我媽媽的腹血一直沒有好,所以還在用藥在調理,那她一天要拉七八次。 那我就跟那個護理人員講說,麻煩他們晚上,能夠就說盡量兩個鐘頭,或者隨時去看她一下。 如果她有拉的話,就幫她換一下,要不因為這樣子,她不要泡在那邊的話,容易屁股懶,又入床會破皮。 他們沒有做,我們白天照顧得很好,屁股都是乾乾的,沒有說很紅。 那他們晚上的時候的話,沒有清花尿布的時候,我們早上一去的時候的話,整個屁股是痛紅的。 到後來根本就有點破皮。 所以,住了差不多,我一直在講,到第二個星期的時候的話,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去跟他們的公關的人講。 那公關的話,也有跟他們講,那他們有他們的講法,我有我的講法,所以我們就護理長,護婦人員跟公關跟我,我們就開了一個會。 那他們的意思是講,他們盡量做,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就說給特殊的照顧,也沒有辦法說。 他們是說有兩個鐘頭,但是我們不信任他有兩個鐘頭,因為兩個鐘頭的話,不會第二天早上去的話,屁股那麼紅。 然後後來都破皮。 所以,那個護理長就衝了我一句很不好聽的話,他就說,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你們可以還別家的醫院,他們可以退費。 我就非常生氣,我說這不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方法。 我說,如果說是換成你是你的父母的話的話,你會不會講話。 我說我沒有說責備,你們任何人員不盡責,我只是拜託你們能夠,稍微在這非常時期,幫他多照顧一下。 你們就講這種話的話,我說太不合理,我說這個不是做生意的樣子。 我說換成你的父母,你也會講話。 對不對,到後來的話,他們看我,我說你們再這樣子的話,我真是要告到那個上面去。 我就說,我就說,我一直,搬進來以前,我一直問有沒有這個,有沒有兩個鐘頭換一次,你要不排病。 你們所有我才進來的,你們現在告訴我,你們不可能做到這個樣子,要我轉院,我說沒有這回事。 我說,轉院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後來他在那邊住了一個半月,經過醫生的調理,他的腹瀉是好了,屁股也好了。 但是呢,因為他們的派被拍的不夠,臭彈抽的不夠,所以我媽媽變成有肺炎,然後有那個尿道炎。 所以他又跑去,就是住院住了兩個月的醫院。 在那邊的話,他又開始浮血,又血糖也控制不好。 到兩個月以後,稍微好一點,他變成就是說,一定要有24小時的氧氣。 要不然的話,他就不能夠,血氧不夠,他就會有危險。 所以,安養院沒有這種設備,所以他要去一種,就呼吸道的特別專門醫院。 就是給氣切,需要氧氣,那個,需要,就是比較嚴重的,要有24小時的醫生。 因為安養院沒有24小時的醫生,他只有護士in charge。 那個,那個,那個,醫生的話,只有特約醫生,有尿道科的醫生,內科的醫生,每個禮拜只來一次。 你如果要看的話,你要掛號,那如果你沒有說要看的話,他們不會看你。 OK,只有護士在看,所以他需要去那邊。 所以他就到了一個,就是專門給氣切,跟需要氧氣的病人,重病的病人的醫院。 那有24小時的醫生,有護士在那邊。 但是,不管是醫院,或者是那個,安養中心。 他們的護膚人員,就是說,幫你畫尿布拍背的那些人,全部一律都是外了。 只有一個台灣的職員,就是說,管理這些外牢。 但是也沒有說,兩個鐘頭畫一次尿布,畫尿布的時候,一定跟你拍背。 沒有做到這麼樣的自信。 即使拍,就拍兩下。 但是,護理人員跟告訴家屬,照顧病人的話,最少要拍100下。 所以他們只拍個20下,30下,啪啪啪啪幾聲就完了。 所以那個病人,常常你看那種醫院,療養醫院跟醫院的,常常病人,出危險的狀況都是肺炎。 因為痰抽的不夠,拍背拍的不夠。 所以是這個問題在那邊。 因為我也是講,因為我朋友同學之間也有很多父母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跟我講一句說,每家醫院都是一樣。 那我就說,難道沒有一個機關能夠,可以考察,可以監督的嗎? 所以這是我的問題所在。 但是我好像也是投訴無門,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你有沒有社會局嗎? 社會局的話,你也沒有用。 社會局也有去查呀。 那他們有沒有看到,他們有沒有坐在那邊一天二十四小時, 看有沒有那個護理人員是不是有跟你拍背,有什麼。 沒有啊,沒有人啊。 我甚至在我媽在那個醫院的時候,我在那邊, 外勞那天請假,那我弄不動。 我就請那個護婦人員的話,來幫我一下。 你知道他們跟我講一句什麼話嗎? 他們說,我們都有時間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空跟你說,你誰叫誰到。 我們不可能這樣子做,我們換尿部是有時間性的。 他們的換尿部,據我所知,他們是因為一個人要照顧很多個。 對。 所以他是輪流來的,沒有輪到你,他要輪流,一輪了以後才會再來。 所以當他還沒有輪完一輪,你那邊又叫了,他是不會處理的。 他必須把這一輪走完了,第二輪才來。 我知道他們。 他們是這樣。 但是這個時候,我去找他的時候的話,他們還沒開始換尿部。 所以我是中間的時候的話,因為我在那邊,因為我媽一直是有人照顧。 所以常常就是說,在他們沒來以前的話,我們都已經換好,都已經翻好身了。 因為他們差不多要三個鐘頭左右才會過來。 那我們沒兩個鐘頭就給他翻一次。 所以也不在乎他們翻不翻,換不換尿部,對不對。 但是有非常事情,我弄不動它。 所以我的尿部怎麼弄,我有的時候,因為我媽就是很重嘛。 我拖不動,那尿部放不正的話,你包不好的話,他會弄尿嘛。 所以我就請他們來幫我,稍微抬一下,弄一下。 我並沒有說叫他們一直來換,對不對。 所以這種的話,問題就是我最大的考量就是這種,太沒有人到。 或者是他們監護的話是不夠,對不對。 或者是,當然我知道他們工作非常辛苦。 就是說,有一個人要照顧差不多十個病人,八、九個病人,十個病人,這樣子。 對不對。但是,但是,就是說,有些時候的話,非常時期。 或者是,能夠盡量做到的話,就應該有人監督,應該有排杯。 因為我是看很多都沒有排,不管在醫院或者在安陽中心的話,頂多來換你換個尿部,排杯。 沒有,做運動更不要像。 我是知道在,我待過的這時候。 哦哦,這樣,好。 那好,我們就想在,OK。 那,如果說我們已經超過十分鐘了,那我再講一遍。 因為移民幾個病人。 那,我,據我是知道,我參加,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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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没有怎么样的特别的原因说 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 既然他不能做到 那你们的人在哪 为什么不能让 他没有地方给你睡 他没有地方他不愿意你 你参与一直这么多 陪床他那边弄一个陪床也不行 没有 他那个因为那边他们就是这样的规定 因为他们不统筹管理 他们比较不方便 那我也理解他们的 因为我看到我们那边是 他给他一个一个人一间 那一个人一间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给他朋友换一个床 那他们的价钱是比较高的 对我们是两人房的话 他也没有 那现在很少爱养院有一人一间的 都是最多就是两人一间的 没有很少有一人一间的 我住的第一间是 第一间是一人一间的 非常谢谢你介绍 让我们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那我希望说 这个社会局可以了解我们这个问题 也希望他们能做出一些好的一些管理 谢谢 有没有停啊 这次没有停 有没有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